车子很快 便停到了 伯老太太的小别墅前 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 萧楚把后备箱 准备的礼物 全部送进了别墅 婉婉正跟在林林旁边玩 看到有玩具 拉着林林从旁边走过来 她瞬间有一种 舞雷轰顶的感觉 表情渐渐变得震惊 大张着嘴巴 转向一旁的叶青秋 在干什么 没有 我这就走了 至于她怎么出的门 她自己都没印象 那个孩子 一直都上了车好半天 她才狠狠搓了搓脸 李总 我刚刚在别墅里 看到了一个 小男孩 跟你长得好像啊 而且我看叶小姐 好像很防备我的样子 是不是 开车 李总 你为什么不拆穿 她现在 连让我送她都不愿意 可总不能一直 装不知道吧 看她想要瞒我多久 等到终于确定 力挺身的车子 终于离开 叶青秋才转身 林林 抱歉啊 妈妈来晚了 没关系 林林知道 妈妈一定会回来的 哎哟 这孩子不哭不闹 就巴巴的 等着你回来呢 我呀 就没见过 这么听话懂事的孩子 伯奶奶 今天 打扰您了 不打扰 不打扰 我人老了 巴不得再热闹一点 我就喜欢跟你们这些孩子在一起 林林乖的哟 可讨人喜欢了 林林也喜欢太奶奶 太奶奶 嘿哟 这小子甜的 不是等妈妈一起吃月饼吗 赶紧让妈妈吃一口 这孩子呀 给她月饼 非要等着你回来一起吃 舍阿姨 林林的月饼 林 妈妈 妈妈也给你准备了月饼 在哪里 这里 妈妈已经吃过了 很好吃的 林林也尝尝 林林眨了眨眼睛 双手握住叶青秋的手 张开口咬了一口 好吃吗 好吃 马上该吃饭了 饭后再吃 一会儿晚餐 林林多吃一些好不好 好 爷爷 林林长得好漂亮啊 还很乖 她昨天额头烫烫 都没有哭啊 额头烫 昨天下午林林高烧 没有联系到你 院长说 她出来之前 几乎一晚上没怎么睡觉 隔天应该就已经不舒服了 估计 是怕让别人知道她生病 会不让她出来 好